我看了一下台鐵公司齁 營業項目的收支概況 也就是我們簡單講 台鐵公司的財務狀況啦 我們的預估是虧 淨利是虧74億是嗎 是 明年還是虧 呃明年還是 虧損 如果是以帳面價值來看 就是會計帳來看的話 主要的原因是我們的折舊很龐大 好 呃其他部門的營業狀況就比較沒有 比較沒有那個折舊的影響 不是他是虧損還是 他是虧損還是獲利 呃獲利 土地開發也獲利 土地開發也獲利 呃所有商品也獲利 商品也獲利 今年會虧74明年預估虧87億 就你現在是公司啦 公司邏輯上不要再吃大鍋飯嘛 所以每一個部門都應該有目標嘛 那有一個目標我們以目標的方式來監督 第二個 有一些東西啊 雖然賺錢 董事長你會不會覺得他賺太少 譬如說我舉個例子 我便當我們7億 7億賺1億啦 跟我們的同業比我們的營業利率相對低 那我們就應該有精進的空間 表示說 我們的營業額7億不錯 但是我們一定是管銷費用 或者什麼費用比人家高 所以我們才會 我們的營業利率才會比別人低嘛 本期的日南火車站我也過去一直跟你們爭取 從觀光局也要錢來修復 這個古蹟日南車站的周邊 那整修完之後啊 等於說對你來講 你是投入資產的 的運緯或者投入資產的這個活化嘛 那怎麼獲利 我隨便舉個例子 譬如說你們現在開始改那個叫海峰號啊 把舉光號改成去把它裝扮啊 海峰號叫什麼 還有個叫什麼藍啊 三藍號對不對 我馬上想到的是 我每次要去看這些古蹟 其實沒有一台很棒的車子 譬如說在假日開禮拜六禮拜天 你們也去打造一台台鐵的什麼號 專門營跑古蹟的